中共東部戰區釋放重要信息 分析斯坦、北京侵臺 死海現活雨 末日預言已經出現三預兆? 深圳趁夜洩洪 香港水災、雪上加霜 北韓凌晨大閱兵 首隻核潛艇鮮亮相 賴清德老家事件 賴稟如批喉友誼政治操作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9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兩岸耀文》 我是黎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最近中共東部戰區與黨媒聯手 製造台海戰爭一觸即發的氣氛 美國一個空軍准將也警告說 中共對台動手已是迫在眉睫 不過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 美國前國安會成員 空軍准將施帕丁 近日在波蘭出席了一個論壇時 接受土耳其安拿道老師通訊社採訪 談到台海局勢 認為隨著中共加強對國內經濟管制 以及中美關係緊張 習近平下令攻打台灣已經是迫在眉睫 施帕丁准將說 新的冷戰時期已經形成 我認為中國覺得已經是越來越不能依靠出口 刺激經濟成長 所以對於入侵台灣也就越來越有動力 習近平自己也說要武統台灣 習近平對國內經濟越增強管控 對美國和雙邊合作關係越加設限 刺激他們攻打台灣的可能性就越高 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最近頻繁報導 中共東部戰區的訓練和宣傳活動 特別是東部戰區最近舉辦 和台海戰役相關的一江山島戰役專題展 環球時報專門發文說 東部戰區這個消息透露出重大信號 報導說 由匿名軍事專家表示 東部戰區這個一江山島戰役表明 68年前能夠將紅旗插上一江山島 將來也一定可以將勝利的旗幟插上台灣 環球時報作為官方的媒體 在應用專家時居然需要匿名 這個令人發笑 也令人質疑這個所謂的專家是否真的存在 這篇所謂的報導意在製造號戰的氣氛 雖然中共官方擺出磨刀霍霍的姿態 但也有分析認為中共短期沒有攻台的可能 分析師路易斯專長於開源情報分析 以台海安全和共軍活動為研究重心 他9月8日在立桃園一個論壇後 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表示 他沒有看到共軍立即發動攻擊的跡象 雖然中國內部有一些問題 但北京明白攻打台灣的代價太大 包括政治、經濟、人員傷亡的代價 共軍的軍事訓練、整合作戰令刀不足 攻打台灣會是他們史上最複雜的戰爭 他們還未準備好 律師說共軍確實花了很多錢買新的武器 但不代表他們能夠正確使用 他相信共軍會落於宣傳準備好了 但攻打台灣所需的規模 以他們目前的訓練還是遠遠不及 當然不排除發生擦槍走火或是政治因素 使習近平在共軍還未充足準備下下令攻打台灣 但這是非常極端的狀況 畢竟台灣在美國已是家餘戶曉 中國很清楚如果攻打台灣 等於與美國打 可能還要與日本、菲律賓、澳洲打 這樣會是一場大戰 中國完全還未能夠面對這種情況的地步 國外網友最近總結發現 以色列近年已經接連發生三件難以解釋的怪事 對很多與聖經對世界的預充 據《每日鏡報》報導 一頭紅色的武牛在2018年在以色列誕生 而在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故事中 紅牛都是象徵時代的終結 而且正統猶太教還認為 紅牛的出生和犧牲都會發生在耶路撒冷第三聖典的建造之前 等第三聖典重建後 微塞亞將會到來 巧合的是 猶太人的前兩座聖典已經被摧毀 以色列國土上近兩千年都沒有紅牛出生 第二件怪事是 上個月一個攝影師發現 死海的一個水坑裡頭 竟然同時出現了魚雷、祖雷 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都承認的先知 以西傑曾預言 雖然一直以來魚雷等生物是無法在死海中存活 但在未來猶太教回來這裡的時候 死海會出現憑勃的生機 第三件怪事發生在最近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被視為基督教、 伊斯蘭教、猶太教的共同聖地 然而近日 傳出當地地標哭牆 突然冒出一條蛇 還趕走了旁邊的鳥 這個引發信徒的擔憂 他們認為這個正好和聖經記載的亞當和夏娃 租蛇誘惑的故事雷同 擔心這三件怪事的出現 恐怕不會只是巧合 而是世界末日的前兆 海貴影響 廣東和香港9月7日深夜 遭遇百年一遇的水災 香港最高等級黑色黑雨 持續超過16個小時 加上圍補深圳水庫洩洪 天災加人和 令香港民怨四起 深圳當局決定在8月凌晨 0點15分和水庫洩洪 本來應該提前3個小時 通知近一何之隔的香港 但實際上香港在洩洪半小時之前 才收到通知 當時已經是9月7日的深夜11點14分 由於無法及時應對 香港新界等多地 在暴雨和洩洪夾擊下一片汪洋 令港人相當不滿 中共當局只顧保深圳而棄香港 不單只是街道露面 大水慢入停車場 所有車幾乎都被滅頂 洪環已經造成至少1人魚欄 83人傷 港鐵車站也浸水 連知名的黃大仙站也被洪水灌入 有港民影低 列車進站的時候飄在河水中 地址好像變了船 香港9月8日全部學校宣布停貨 股票交易所暫停營業 大部分交通工具暫停 全港的八天幾乎癱瘓 這次的洪災將帶來超過1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北韓從9月9日的凌晨零時起 在首都平陽金日成廣場舉行閱兵式 慶祝見證75週年 中共較早前已經表示 國務院副總理劉國宗 張淑團訪問北韓 參加見證75週年儀式 俄羅斯沒有透露是否派代表團前往北韓 路透社說 早前北韓通常都是在上午舉行閱兵式 但自2020年以來 都改為晚間或者深夜閱兵 分析認為 夜間閱兵可儘量避免暴露北韓落後的現狀 還可以華麗地照明紅唾氣氛 據韓聯社報導 這已經是北韓今年以來第三次閱兵 這是相當罕見 分析認為金正恩當局可能見到經濟不振 意圖尋求全民團結 就在見證75週年慶典的前一天 9月8日 北韓宣布打造出第一艘 戰術核攻擊潛艇 命名為金軍玉英雄號 金正恩已經在9月6日出席了下水儀式 專家根據北韓公布的照片研究 這艘核攻擊潛艇 應該是由蘇聯時代的 羅密歐級633型潛艦改造 增加艦橋等部分面積 共10個發射管 其中4個明顯較大 可能是用來發射導彈 不過南韓軍方判斷 這個潛艦看來並不能正常運作 海灣副總統賴清德 近日陷入違建爭議 民進黨立委賴品如 9月8日晚間在臉書發文 指賴清德在新北市的老家是抗公宿舍 是父輩歷史遺留物 賴品如批評新北市長 後友宜和新北市府 不應該為了政治目的操控輿論 必須負責任敢依法查證 並對大眾說明 賴清德老家所在的地曼里 是賴品如的選區 賴品如說 這裡過去都曾經是抗區 很多居民是以抗業為生 長年在最惡劣的環境裡 承受各種工商和後遺症 賴品如擔任立委後 經常聽路抗公分享過去的故事 他說賴清德的父親賴朝金 是六十多年前 萬里中复抗坑瓦斯外洩的遇難者 當時年僅33歲 直到現在這些路抗公 仍然是被社會遺忘的人 歷史應該擺正他們的地位 彰顯他們的苦痛以及付出 賴品如批評說 侯友宜擔任過8年的新北市副市長 將近5年的市長 難道不清楚當地地方居民的真實生活情況? 侯友宜忘記了身為新北市長的職責 對這些現實未解的問題 自若網民甚至做政治的操控 他呼籲侯友宜 盡快就賴清德老家做依法的查證 並公開情況 這一期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請點贊、訂閱和分享 請點贊、訂閱和分享 請點贊、訂閱和分享